点滴记录 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乡间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受到惊吓的孕婷 危在旦夕的老人 还有追悔莫及的司机 我一下我都 差点我都自己摊在地上 不会动了 而互相包容的两家人 最后竟因一块肥肉 闹上了法庭 要赔 没起没有的 要不去住老呢 就是这样的话 一块肥肉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影视局法全程录音录像 这样的车是不是 那包括了说两个小车 人怎么样了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轿车转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然后这个大概这个位置 停了一辆蓝色的小轿车 那么车头跟前头黄波铃的 都已经破损了 前看这个三轮车呢 就停在这个树根附近的位置 当时呢是车辆是翻的 那个老人呢就躺在车边上 他们为了救人呢 就把这个车扶起来了 轿车上的是一对夫妻 是他们报的警 被撞的三轮车上 只有司机一个人 他受了重伤 被120急救车拉去了医院 到医院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这里是不清醒的 也不会动也不清醒的 人家有意识都没有用 他有发行吗 车肯定哭到的呀 那个人讲难听 连事实话都不知道了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2017年7月 地点是在浙江省的渠州市 其实这只是一起 普通的交通事故 我们之所以关注它 是因为在这起事故之后 发生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引发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官司 事发那天轿车里坐的 是小王和妻子小叶 他们是去年结的婚 至今小孩才三个月大 出世的时候 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 当时小叶刚刚怀孕 我那个时候怀孕一个多月 在有点先照性流产 然后我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在家里休息 在那天下午就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 然后就让我老公带我去医院去检查 去看一下 因为很担心 夫妻俩的家在村子里 小王开着车 带妻子去镇上的医院做检查 他们走的是一条乡间公路 半路上他们看到前面 有一辆电动三轮车 看样子是准备要左转 他车子是往这边左拐 已经拐过去了 他看到对面有刀护车过来 他就转回来了 按照夫妻俩的说法 前面的三轮车本来已经左转 却又突然转回来停了下来 而他们的车已经刹不住了 因为我看到转过去 我已经开过去了 没想到他没有过去 这么回来 那时候就没有反备 当时两辆车都是由那个方向 往这个方向行驶的 三轮车到了这个位置 准备进入这个路口往这里行驶 那么他转的时候稍微停了一下 后面那辆小车因为车速过快 没注意就直接撞在三轮车的尾部了 然后造成三轮车翻倒 三轮车架全受伤 被撞的是一位老人 看上去五六十岁的样子 倒地的时候他撞到了头 当场昏了过去 我也很害怕 这也很紧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一下我都差点我都自己摊在地上不会动了 小王拨打了120也报了警 在现场等待救护车和警察的到来 他的三轮地平三轮车摇到他的大腿 我就马上把三轮车抬起来 再把他就过路人帮忙 把他人抬到那个阴底下 因为那时候还是很热的 围观的村民 有人认出了伤者 说他就住在附近 就有人跑去通知了他的家人 我下去的时候 我看都快不行了 都苦力吐血 这满身都是畜伤 被撞的人是老关 六十四岁 他的儿子关强说 当天父亲在家吃过午饭 就开着三轮车 去村里的鱼塘上班 他的一个就是帮你家 管理鱼塘的 捞鱼 喂 飼料 什么都要干的 我父亲在这个城堂 是属于所有能干的人 干什么活都会干的 出事的这条路 就在鱼塘的旁边 当时老关要左转 就是要到路边的这个鱼塘去 你看 全部都放进去了 能给他放在那个 要在车底下来 你想想当时的厉害不厉害的长大 虽然当时父亲伤势严重 但是关强并没有责难那位司机 那个时候那个马路不是很热的 到那天他放在那个 有一根树的放在那个树底下 那个地上泡吃不下 就给他移到那个树底下去 看到撞人的司机并没有逃跑 还主动报了警 还把老人搬到了树荫下 关墙没再说什么 救护车赶到后 他就跟着去了医院 医院的诊断报告上写道 患者神智昏迷 CT扫描显示 右额链顶部硬膜下血肿 左链部硬膜下血肿 蛀网膜下腔出血 头部多处骨折 医生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说医生你尽量给我医 医到哪怕住了人以上 能就看看我们这些小辈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说我不需要你 给我看到一些一样 会干活什么的 人在这里就喝了 病情紧急 在征得患者家人同意后 医生马上进行了手术 开颅手术的风险性非常高 可以说是生死未卜的 在手术的几个小时里 老关的家人焦急地等待着 而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的 还有撞人的司机小王 那挺担心的 毕竟我担心他 是为我自己的连行过不去 万幸的是手术很成功 老关颅内的血块被拿掉 保住了性命 老关的命是保住了 但是毕竟是伤到了头 还做了开颅这么大的手术 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康复的 需要留在医院里面继续治疗 而另一边警方经过调查 对这起事故的责任做出了认定 因为他们是同一样形式的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同车道形式 前车 后车要与前车 保持相应的安全距离 所以还是定了后车全车 一个是速度过快 就是说他抱着一个侥幸心理 他就没有减速 他就想着从这个老人的后方 绕过去 结果老人并没有马上地转过去 而是观察一下 在他就才 就这个时候呢 他那个车子就没法停下来了 所以就撞上去 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写道 小王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 未保持安全车速 行驶中措施不当造成事故 司机小王的违法过错行为 是造成该起事故的根本原因 他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 而老官无责任 对于这份责任认定书 小王和老官家人双方都是认可的 既然是全责 那么就要承担起老官的医疗费用 事实上 在老官被送到医院的当天 小王就垫付了一部分手术费 刚开始去救了三千块 叫他小吴 他说那个支费药要一万二左右 去接来去把支费药买了 再给他 一共跌付多少钱呢 总共跌付了一万五千块钱 小王的车买过了保险 小王和老官的家人都认为 既然小王是全责 那么之后保险公司肯定会承担起这些费用的 所以老官的家人也没有为难小王 在垫付了那一万五千元之后 小王没再出钱 老官的家人也没再去找他要过 我说有些费用吧 我自己出一点 我说我老爸能能好就好 老官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 7月27日入院 10月4日出院 他先是在神经外科住了一个月的院 包括开颅手术费 住院医药费 总共花去了15万4878元 之后老官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因为伤的是颅脑 身体的很多技能都受到了影响 需要进行康复治疗 于是他被转到了康复医学科 在那里又住了一个多月 共花去了64,327元 这样算下来 这次住院总共花费了将近22万元 那时候有什么钱不钱的钱 我没钱就是借贷款 亲戚朋友全部 我去借贷款的 22万元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老官家有些承受不了了 见老官恢复了一些 就决定出院 能有一点意思 我们就出院了 是医药费跌不起来 那当时医生建议出院吗 说你这情况适合出院吗 医生说你自己要出院 他也没办法的 我们且 你不交往进去 医生就说挺药 挺药的 就是等于你说你就是出院了 你看你父亲的状况 您当时就觉得 就是他要是回家的话 能恢复好吗 农村人讲了 就是回家慢慢养 我们意思是 就是回家养一档时间 再也过来 住一档时间这样的 就是所谓费用 是省一点的了 老官的身体需要慢慢调养 身体功能也得慢慢地恢复 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人长期照顾 所以回到家之后 官强就住到了父亲家 跟母亲一起照顾父亲 病情好转的老人 竟然突然去世 本来不然觉得心 你的石头落地了 又一下子又提起来 他的死因让人难以置信 就是大家也不知道 他什么回事 就是一下子弹然下去 是车祸还是肉 到底是什么导致老人的死亡呢 一块肥肉与死的 一般的零 没有动物脑部所住的零食 不会与到的 一块肥肉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在事故发生之后 司机小王没有逃避自己的责任 而是积极地去处理 老官的家人也挺通情达理的 没有为难对方 可以说故事到这里 一切都很好 但是之后却发生了一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将双方推向了一场纷争 我们买了很多水果 去他家里看一下他 就是也 他出院了 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 这看他来 他都是很好的 叫我们也就放心了 老官是10月4日出的院 10月8日 小王夫妻俩就去老官家看望了他 本以为老人在家静养 会慢慢恢复的 谁知道一周之后 老官的儿子打来电话说 老官去世了 老官的突然去世 让案件变得复杂了起来 司机小王有可能 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了 那么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来说 这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 他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也就是追究交通造事罪 人去世了 要追究责任 就必须要做尸体的检查 而在事件报告做出来之后 警察和小王都闪了眼 这和他们之前所想到的 老人是病情加重而死亡的 完全不一样 这上面写着 老官的死亡原因 符合气道堵塞 造成缺血缺氧性脑病 导致脑功能衰竭而死 换句话说 老官是气到堵塞憋死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老官出院后 究竟又发生了些什么呢 我妈妈肯定去洗碗了 她就在那里 我妈妈洗过来 她一下子就躺在地上了 就是好像没有意思 就是大家也不知道 它怎么回事 就是一下子躺囊下去 官强回忆说 那天他们吃过中午饭之后 母亲和她在院子里洗碗 父亲自己坐在屋里 只听扑通的一声 他们跑到屋里 看到父亲倒在地上 昏迷不醒 按照官强的说法 他以为父亲是病情复发 可是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 有一块肥肉卡在了气道里 她的功能就是 本来就是不会 咀嚼功能的了 在大夫那个建议书上 就是回家吃流食的了 我们回家 我们也是提提流食 给她吃的吃的 官强说 他当时觉得难以置信 因为父亲颅脑损伤 影响了身体机能 而且长期在医院里插喉管 咀嚼和吞咽功能 都受到了严重损伤 所以在出院以后 他们一直给父亲吃的是流食 怎么可能给他吃肉呢 既然一直在吃流食 那么卡在老官气道中的肉 又是哪来的呢 官强告诉记者 当天他先为父亲喝了点鸡汤 喝过汤 他就扶着父亲 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再和母亲吃了午饭 官强和母亲吃的是炖肉 吃过饭 他们俩就到院子里去洗碗了 父亲自己在屋里 父亲究竟是怎么吃的那块肥肉 官强说他们也不知道 他猜测也许就是在 他和母亲洗碗不注意的时候 自己悄悄地吃了块肉 有七八十日里没吃过东西 肯定你想吃的了 以为多少都是脑部 脑部疏伸上来 也不知道什么回事的 如果当时知道这样的情况 我自己还不给它扣出来 那个肉藏起来就好 我不让它发现了 能到肯定有点自责的 那都是没办法的 虽然有些自责 但是说到责任 官强认为他和母亲没有责任 他觉得无论父亲在家经历了什么 他的死亡都应该 由前面的车祸来负责 医生说是一般的人 没有动物脑部手术 手术的人是不会业到的 肉块有多大呀 就是一块很小的肉 别的大概是后十一公分关键后 框就是三公分关键框 官强的逻辑是 如果不是车祸导致了颅脑损伤 使咀嚼功能下降 父亲不会被肥肉淹死的 平时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身体就很好很好 但从来他也不吃药不感冒 他一个人要养个600只水鸭 再还要下去给林家管理鱼毯 安顿好父亲的后事 官强找到了小王 希望他做出赔偿 共计85万元 因为前期我找到的是我的部队 但是我已经把你医治好了 已经把你检查过 你这个人已经没有生命威胁了 因为好奇的是你自己 一块吃一块肥肉叶死的 只是你照顾不照 这个钱我们不能赔 我说我也赔不起 我也承担不起 我们市场班也就几千块钱工资 要还到多久才能还得起这个钱 小王认为 既然鉴定书上写的是气到堵塞 致死的 说明老人是吃肥肉去世的 不是他撞死的 所以除了前期的医疗费用 其他的那些安葬费 赡养费等等 都应该与自己无关 保险公司为何拒绝赔偿 交通事故造成了他受伤 并非造成他死亡 双方矛盾爆发 法官又该如何化解 一块肥肉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老官的死因 竟然是因为一块肥肉 这个结果谁都没有想到 实在是太意外了 双方就赔偿事宜 无法达成一致 官强就去法院提起了诉讼 被告有三个 一个是小王 另两个是小王投保的 两家保险公司 小王共投保了两份保险 一是在浙商保险公司 投保了商业险 二是在太平洋保险公司 投保了交强险 官强认为 如果小王不赔偿 那么承担连带责任的 就是投保的保险公司了 保险公司应该负责赔偿 那么保险公司 对于这件事 又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交强险的医疗费部分 是一万元 这一万元是 受伤之后 凭交警队的电付证明 我们是可以进行电付的 老关共入院两次 第一次是车祸后 开颅手术和康复治疗 总共花费将近22万元 第二次是吃肥肉后的抢救和治疗 总共花去了6万多元 在老关第一次入院时 太平洋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范围内 已经电付了一万元 按照规定 剩下的医药费用 将由商业保险来承担 这商保险公司 也是没有意义地愿意承担 但是对于第二次入院 产生的费用 以及死亡赔偿金 两家保险公司都拒绝赔偿 如果这个就鉴定报告里面 他的结论是交通事故 造成他这个死亡的 那么他就符合交强险的 这个11万的这个 死亡商场物供这个赔偿契 但是最后呢 他的死亡呢 死亡呢 是因为回家之后 吃这个肥肉窒息了 交通事故造成了他受伤 而并非造成他死亡 保险公司一方认为 老关第二次住院 以及最后的死亡 都与车祸没有直接关系 不符合赔偿的标准 就是说法医鉴定部门 没有对这个 因为对这个死亡的因果关系 师傅跟交通事故有关联 他没进行鉴定 他这对那个就是说 他到死亡的原因 就进行了鉴定 所以这个样子可能有 也就是争议的这个地方 正如法官所说 老关的死是否与交通事故有关 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点 2017年12月20日 本案第一次开庭 双方在庭上激烈地执政 提出不同的看法 那么法官是怎么认为的呢 根据受害了交通事故前的那个生理脏话 以这交通事故中所说的伤害 我们认为就是说 肥肉烟掉死亡 应该跟交通事故有一定的关联 正常人一般不会 说是这么一个小块肥肉烟死的 也就是可能是 因为脑部受伤 胸部什么受伤 做成可能就是 疼烟这方面的有一定的困难 第一次开庭之后 正当法庭在研判案件的时候 又一个意外发生了 当地的村干部找到了法官 说两家人因为赔偿的事打了起来 本来我是 我不会赶到他们家里去的了 说实话 大家都是相侣相亲 我老婆到那个镇上去买东西 听到那句话我们家里发红了 她的心情是说要赔 没起没有的 要不去住老呢 就是这样的话 我才赶到家里去问她什么回事了 你说你这样子闹 那我们也理解你 毕竟家里人没了 但是事后的话 我们也说了 法院都会判的 我们也接受 又不是说我们要赖怎么样子 你老是来我家里 而且都快过年了 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 而且你还要动手打人 那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这是小王所拍摄的视频 地上都是打碎的碗 看得出当时闹得很激烈 大过年的 双方闹成这样 法官不能坐视不理 他们来到村里 做双方的工作 希望双方能够互相体谅 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 我第一次到家里我就是说 我不用赌的时候 我们卸一个人一半 医药费卸成单调 再将来保险公司 配来多少 你说你哪去 是我的毛鸡 他就是他没钱 来我家里闹事情 打了我老爸 然后把我家里的这些窗户啊 桌子 凳子 都完全不都砸掉 其实这两家人住的并不远 就在相邻的两个村子里 走路不过十分钟 虽然不算太熟 但是也是相礼相亲的 如果他们之间的矛盾 得不到妥善解决 那么打架的事件 肯定还会再度发生 甚至还会升级 针对这样的情况 法官决定 还是多做一些调节的工作 让双方能够真正地解开心结 靠打靠闹其实都不行的 对方的一些顾及行为 我们也给他调解 确实是可以吃饭味食吧 换成你来讲 如果出现的情况 家里可能也很急 心里也很难 就了解 这个人在受伤起来 也是身体脏范也是很好的 也是比较会做的一个人 那可能也就是交通事故 造成了他的身体脏范查了 死亡应该有可能 交通事故一定的光临 那也就是现在 如何去主张这个潜力 那我们中文法院来讲 如果在最大幅度范围之内 对你们受害了 进行一定的 有一个权力 有一个保障 这是也是我们追求的 我们的调查 从道义和同情也好 从社会的那种 那个就是说 功德性也好 那么能够 就是相应的 就是说 法官摆事时 讲道理 开解之下 小王和妻子先做出了让步 换个角度去想 按照 假如说 对方 去世的人 是我们自己家里人 我们肯定也会 多多是少 觉得肯定是 已有一定关系的 对吧 那你说 完全一点点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那谁都不能 这样子讲的 欲心不忍 对对 能给你多少补偿 尽我们的全部力量 给你补偿吗 知道了对方的表态 关强的态度 也柔和了下来 对方后来 也能也 蛮有诚意一样 我们是 我们播着的时候 大家能顾就顾了 宽容一点 闹太将的 有什么意思呢 这大家 体力要戒灭的 什么要碰到的 是不是呢 这皇后 既然给我们助攻 做到这个地步 也尽力了 我们说 就可以吧 就可以 双方的矛盾化解了 法官又找到了保险公司 与保险公司进行了协商 那么从 交强性的 一种形成 一个工业形成 以及 保险公司的一种智能 那么我们要求他 根据实际情况 以考虑 相应的 根据特殊情况 从交强性的 一定的赔偿 那么经过法院的 这个法官的工作 那么也考虑到 他家庭确实 一个比较困难 我们觉得从这个 人道主义 这方面来讲 那我们也 认同法院的 这个调解方案 最后 几方达成调解协议 太平洋保险公司 在交强险的范围内 赔偿 赔偿59325.5元 浙商财产保险公司 在商业保险范围内 赔偿190389.46元 小王则赔偿 54970元 好 今天我们节目 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习志国老师 欢迎您习老师 双方是在法院的 组织之下 调解然后结案了 您怎么看待 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架子原一方来说 他本身也不是故意 也没有重大过失 所以对双方当事人来说 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那么因此 他就具有了 调解结案的一个基础 使这个已经发生了的 不幸事件 能够快速地 迅速地 就是得到解决 使受害人 得到了相应的救济 获得了相应的补偿 而加害人一方呢 也不至于因此 付出大量的这个诉讼 等其他的成本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 既节约了司法成本 也节约了双方当事人的成本 对整个社会来说 是有利的 而且调解以后 当事人双方 一般都会自愿去旅行 也不冲在 事后的乔治之心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也能够得到什么呀 缓解 不至于成为仇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整个社会来说 是收益很大的 所以法官付出努力 也是值得的 意外是我们不能控制的 但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是 在意外发生之后 我们的态度和处理方法 在这起案件中 正是因为原被告 都接受了法院的调节 以一种最平和 最实际的态度 来面对和处理问题 才使得这起诉讼 得到如此圆满的解决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习治国老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给您播出的 其他内容 再见 继续关注